但是我覺得是不是很悶 洗髮店快可以洗髮 不怪她 而且我覺得薇薇丸很好玩 她會自己一件衣服買兩個顏色 對 她也買兩個顏色 可是我也會 因為她打一折 那你就覺得說划算 那剛好今年流行就那個 其實怪不得她都上那個 最大的版面 那就那麼的 但是我覺得 像這種衣服一定大家穿 都會把它穿得性感對不對 對… 我覺得那你就換個風格穿 因為 不是 她的個性 個性 個性 譬如說妳可以把它加皮衣 或者是裡面可以把它加網襪 就是用那種好像比較 Heavy Metal的感覺去搭配這件衣服 搭什麼鞋 可以搭靴子 鞋子高跟鞋子 鞋子高跟鞋子 不要這樣搏鋼 妳這樣也須須 這樣也這樣 這樣也好須須 這樣也好須須 她穿衣服加小小鞋的鞋 不行 不行 可以加腰帶嗎 也可以加腰帶 但是夏天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 如果你這一件 還要繼續秋冬 要延續穿的話 對… 我就是一直乘風在那邊 我本來在錄影前一天 是要把它清給那個 就醫中心的 還好她有一個架子 可以上通告 對啊 很難過 不會… 等一下可以來改造 真的嗎 這件可以嗎 可以啊 有的救嗎 有… 結果改完以後每個人都說 就是林怡婷老師改造那一件 她好像一片一片 反正她就是一片一片這個 要是我就把她當秀 沒有 你其實也可以當作 好像黃鳳凰 對 綠鳳凰 你可以第一個 剪掉變裙子 對 裙子還滿美 配皮靴 對… 然後上節變小可愛 分開穿 分開穿 但是公園可能也很難 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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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來改造這一件 對 對啊 很傷心 那多少錢 一折多少錢 你會買兩件 一折就是原價八九千 一折就八九百那一種 對啊 那你當然就是 它有另外一個顏色是藍白 那要八九百 對啊 你也買 就 你也知道嗎 要節能節奈 但我跟你講這一件更慘 更慘 就是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什麼雪紡沙之類的嗎 我有類似的 對… 然後有一天 譬如這件吊牌還在 六九八零 有一天 我就譬如說 錄女人第一集 然後第二集 就遇到紀文慧小姐 結果紀文慧小姐 就穿一件一模一樣的 跟我一模一樣的 然後同款同色的 然後我就很開心說 你有買這件 你也是在哪一家買的對不對 是不是那個什麼BR4 SOGO 他說沒有啊 我買八百塊 為什麼 然後這下我的臉就變了 那紀文慧小姐 就沒有發現我臉變 她說而且林立文也買了一件 然後我的臉就變了 她發現了 她就說 文老師妳不要生氣 我跟妳講 妳啊 妳的流書比較可愛 我的是毛球很容易髒 她就開始解釋 還有 妳的這個繩子好像比較耐 然後就開始解釋 一直解釋 但我已經沒有心情了 我整個就是沒有心情了 就被妳冰進來 對… 但是我當然一點也不責怪她 然後她這件 貼牌還在是六九八零 但紀文慧自從那一天 她知道妳也有以後 她就馬上送人來 對… 然後我發現 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可能剛好有某些日系雜誌 有在介紹這一款 所以好死不死 你知道所有的路邊攤跟五分埔 就全部都打板打一模一樣 那我有去偷偷觀察人家八百 它真的什麼車縫線是不一樣 但問題是穿在手上 看不出來 很多類似這一種 像她一起也有對不對 那件白色是不是也是這種 對 也是這種風格的 對 也是 像新華 妳買多少 這用小孩子的衣服 這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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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可是那感覺不是妳會買的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那種 158的女生會買的衣服 真的嗎 我都單穿 褲子比較嬌小 褲子比較嬌小 才會買的衣服 妳那個也有跟人家裝衫嗎 沒有 這是我的新華 她想趕快拿來先替替替替 明天有了 好難過 還有很慘的就是微笑梯 就是因為日系雜誌 介紹微笑梯以後 全世界的衣票都是微笑梯 但是我個人又很愛微笑梯 所以我就想個方法 有一天我就找到這件微笑梯 它的微笑不一樣 因為它舌頭有顆鑽 所以我就想說 你看我的微笑梯不一樣 對不對 我的有顆鑽 小細節才顯現出品味對不對 走在路上 就有很多路人甲都跟我一樣 也是貼顆鑽 而且她眼睛也貼轉 她想的跟妳一樣嗎 對 想的一樣 只是她這樣很容易掉 我不容易掉就是這樣 於是我非常生氣 我就找了這件 開玩笑 暈染微笑梯 妳家沒有嗎 彩虹微笑梯 彩虹的喔 妳看 像太陽一樣的 走在路上也有一模一樣 為什麼 很奇怪 所以微笑梯已經到了一個 就是不管她有轉暈染 或是她是微笑還是苦笑 全部都有了 千奇百怪都會出現 所以我就放棄微笑梯 雞兔微笑梯 就是變說 妳知道她已經發展到 很誇張極致 我家裡還有那個 微笑梯是苦臉的 還有骷髏頭的微笑梯 都仿 一模一樣 所以微笑梯這件事情 已經發展到一個崩潰 還有雪仿沙 微笑梯王靜穎 很慘耶 其實因為薇薇安 她在買衣服的時候 都是屬於衝動型的 是 我情緒性消費 對 而且她比較沒有說 貨比三家的 從不比價 可是她是網路高手 妳應該先去網路的發展 找找看 我後來就發現 就是說妳要先上網路 因為網路有很多 是台中高雄的批發的那個賣家 那如果看到那件有就有 對 然後唯一比較壯的 比較高興的是 她是大笑 她是很愛大笑 因為她超可愛 然後就買了 買了以後非常的開心 後來那個孫雲小姐 就把這個品牌 帶你到風很小的地方 然後她走秀的時候 她就拿了這個東西來走秀 那走秀之後 因為這個很難仿 所以我後來發現 妳要買很難仿的東西 因為妳再怎麼仿 她大象的臉 還有她的鑽 是不是還是很難仿 不算微笑聽這樣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就是都沒有看到仿的 還有這個孫雲的這個戒指 你看 一模一樣 妳這個就比較高興 這個就會覺得 比較高興一點 因為第一 因為她跟時尚的名媛 第一個是一樣 第二個是 因為她代理這個品牌 那她當然得去推廣新款 反而人家會覺得說 我還早帶了一兩個禮拜 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網路上有一些東西 她在賣的時候 她還會特別標明說 誰誰誰穿過用的 還有照片 就是讓人家去買 跟她撞一樣的東西 對 沈玉琳大哥如果也有 就 丟給我 丟給我嗎 對